大家好我是喷男 我回了 这期节目呢 我上来先调调事儿 冯潇婷 龚汉林 这次你占谁呢 我觉得 无论这次风波你占哪一边 你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 就是这次事件啊 网民舆论的大方向印证了 在中国 360行 只有359行配出状元 首先这期节目啊 我并不是为了给谁洗白 也并不是想当白莲花李中赫 我也并不是为了说服谁 我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件事情戏谓的地方 龚汉林作为老艺术家 我本该称呼人家为老师 但是后面呢 我为了方便我就直接简称了 咱们呢 就先从这件事情的开头 龚汉林的采访做起 我相信 参与这件事情讨论的 但是没看过这个采访的得占90% 咱们呢 看看龚汉林到底是怎么说的 先进人物劳动模范 完全都是舍小家为大家 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 他们是无私的奉献 我们再相比较看一看 那些贪官 一个人几千万上亿的贪腐 再看看我们的泛滥的饭圈 收入几千万上亿还在偷税漏税 再看看我们有一些行业的收入 比方说某足球队 年收入三百万五百万 甚至上千万了 球场上没有看到他们进球 完全给中国人丢脸 因此我呼吁 国家 政府应该对劳动模范 表彰制度进行改革了 这种奖励要让全社会羡慕 让全国人民感到欣慰 同时要让大家看到 模范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有几个点啊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 首先第一个点 就这个视频是人民政协网发布的 龚汉林是以人民政协委员的身份 在讨论这件事 第二点 这段话的前提是在讨论 先进人物劳动模范的价值 第三点 龚汉林对比的几个例子中 分别是贪官 偷税漏税的明星 网红 以及高收入的足球运动员 好了 当明确这几个点之后 咱们可以来聊了 第一个要聊的 就是中国足球能不能劈腿 这个答案毋庸置疑 当然可以 但是我觉得要看这个说话的人 是什么身份 以什么方式 有多少认知 显然龚汉林这些处理有问题 如果龚汉林是作为球迷拍个抖音 或者说作为演员演个小品 我相信 足球从业者都不会说什么 但是龚汉林作为政协委员 来说这件事的时候 那个味可就变了 就像是网上的喷子们总有这样的讨论 有的说国足就该遣散 有的说国足输球就该枪毙 而现实中 偷税漏税的经纪公司应该遣散 腐败贪污污的官员应该枪毙 而龚汉林 您这回把国足跟这两种人相提并论 那和这些乌闹球迷又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真的静下心来想想 他龚汉林这句话 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无非就是让那些骂国足的 用国足来发怨气 来哗众取宠 来看笑话取乐的围观者们 以后骂的更理直气壮了而已 除了把国足球员这个身份 推得与大众越来越远以外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抛开身份问题 其实这段话的逻辑本身也有问题 因为显然龚汉林 他打心眼里就认为 拿高薪没成绩的球员 与贪官偷睡漏睡的明星一样 都是有罪的 这个比喻我是真没法理解 因为这些中国球员 他没逼着谁说 必须要给他们高薪吧 他们踢的再烂 水平再差 也改变不了 他们就是目前 中国足球运动员里水平最高的 你不能因为人家赶上了好时候 就是人家有罪吧 中国最好的球员 通过中国连赛竞争挣钱 这没毛病吧 所以呢 他们的原罪 到底是水平不行 还是因为球员挣了大钱 我就想问龚汉林 到底是针对哪一点呢 所以别说什么骂国足球员 就是因为他们水平不行 还挣大钱 我还有一句话 他们的钱 不是因为国家队输比赛挣的 龚汉林的质疑 如果是针对球员的能力 说国足输车就不行 那就说明 他对如今 国足的经济实力 没有正确的认知 如果要是针对球员收入 那龚汉林就是在质疑 足协对于联赛的管理水平不行 但这也不是你的业务范畴 所以这个问题 就显出了龚汉林 对于中国足球的了解 仅仅就是一个看热闹的普通观众 而当以上两点结合到一起的时候 十分有意思的悖论就出现了 龚汉林这次采访的本意 是要讲劳动模范的假设 但是他上来就把男租动员 和贪污偷税等犯罪行为 一样定了醒 本来国脚 就已经是球迷们 打岔开穿的话阻量的 在网上 坑 懵 鬼 骗 偷的新闻 评论加起来都没有骂国足的路 结果呢 您龚汉林给这个职业铺脏脏水 最后呢 还让他成为社会仰慕的模范 数您踩的最狠 也数您捧的最高 要我说呀 咱也别聊什么找模范的事了 您还是先闭嘴 少说点话 给中国足球留点球员吧 无锡 在以前联赛球队中就是模范 到了国足 吃完海参也爱喷 政治年轻的时候 被询为实大恶人 但是最后呢 却发现 他就成为了国足的模范 所以模范这个事儿呀 在中国足球 这个嘈杂大欢竞价 就纯属是扯淡 所以我觉得 龚汉林以政协委员的身份 来这么不负责任的 评价中国足球 只会让中国球员的处境 越来越糟 他这一句话呀 把中国男足 这个鄙视链 底端的职业给坐实了 当骂男足 骂国足的球员 成为风气的时候 能不能骂起这个行业 我不知道 但是 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 一定会减少的 当然我以上的话呢 也并不是针对龚汉林这个人 我也不是针对 他批评国足的态度 我只是想和大家讨论 他在那个身份 说出那段话 究竟对中国足球 起了什么作用 又助长什么风气 我相信如果龚汉林 考虑到这方面的影响 他也绝对不会 在以政协委员的身份 用如此外行的话术来评价国足 下面呢 就到了冯潇婷的部分 冯潇婷回那句话呀 我觉得 无论是因为他在气头上 还是说开玩笑 都不应该 主要是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一个中国球员 被当把子骂 是什么感觉 这句话呢 如果需要翻译的话 那就是 想看国足热闹的人 就来骂我了 实实证明呢 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说是真的看完了比赛 输球了 你生气发泄发泄 哪怕呢 你就只看我一场 挂队比赛 我都能理解 因为我也很 出名 咱们起码投入到比赛里了 对不对 但是这非比赛日的 就因为一个前国脚的回复 都能给国足 骂出一个热搜 我是真的难以理解 昨天房耀婷啊 在B站也发了视频回复 大家呢 可以去看评论区 胡飞涵那几套 要不就是说啊 你提人这样 别人说不得吗 或者就是 你比球迷还委屈吗 如果你身边有这种人 我劝你离他们远一点 因为我真好奇 我想问这帮人 你们觉得 还要比中国 骂自己国足 骂得更狠的地方吗 他们作为球员 听中国球迷骂国足 骂了这么多年 怎么今天到你嘴里 就成了 听不得批评吗 你觉得你作为球迷 比球员还委屈 我就想问你啊 你可得全世界找着 能这么平白无故 让你在网上骂的 还有人给你起哄叫好 最后 不用服任何责任的 卸分对象 除了中国男足 还有谁吗 你就是恨不得 天天追着人家骂 最后你还先告诉我 我是真不知道 这是怎么骂出的优越感 你说这玩意 他能是球迷吗 看国足比赛 也不用你花钱 顶多是费点时间 还可能呢 就是看看赛后比赛的时间 后来呢 我想明白为什么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呀 国足输球 比国足赢球来得高兴 下面呢 咱们回到冯小婷啊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近两年 乃至近五年 你们还看得到 哪个球员的专访吗 你们还看得到 有哪个现役球员 愿意出镜的足球内容吗 相比国外球员 为什么我们的球员 反而离我们更远呢 别说什么他们踢这么臭 什么可看的 你不看 不代表没有球迷看 曾经中超图口秀 单期播放就可以破千万 真正喜欢 多有中国球迷啊 有的是 如今球员们不爱露面 只不过都是因为被喷怕了 现在大家可以看看 除了年轻小球员 有几个国角 还敢在国内更新 摄像平台的 人们人身发达才不香嘛 所以我在这举这例子啊 不是说给冯小婷洗白 我还是那句话 他那个回复不该出现 虽然他的这样风波中啊 有责任 但是我不想看到 仅剩的这么几个 还愿意在社交平台 与球迷分享职业球员生活 普及足球知识的 中国职业球员 因为大家 对于中国足球水平的 愤怒言论 最后也被喷跑了 可能你觉得啊 不看他们又能怎么着呢 是不能怎么着 但是我想问啊 这种球员与球迷满是借地 满是敌对氛围的足球环境 又能发展的怎么样呢 最后为了以防杠精 我再总结一下 我的观点 无论是龚寒林 还是普通球迷 国足踢的不好 该骂 发展不佳 该批评 但是 有些话 以委员层面说出来 影响是必大于利的 有些脱离了 球赛竞技本身的 无端辱骂 是有碍于足球环境 健康发展的 最后 冯小婷那句回复 没有必要 以上呢 就是我认为的 在这场舆论风波过去之后 应该给中国足球 留下的积极的方面 关注我 以感受足球生活 这是汉堡足球日记 咱们回头再聊